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是说了我自有分寸吗 你不要干涉公司的事务 你应该知道 我最讨厌 女人干涉公司的事 你看你 在我弟弟面前一点面子都不给我 您对您以前那位也像对我这样吗 他到此 都没有干涉过公司的事 这话听起来怎么好像后悔跟我再婚似的 我知道了 以后我就装聋作哑好了 你们说你们的事吧 听说 蓝色港湾由于经营不善都快倒闭了 可你 却想让阵雨过去 这是为什么 如果阵雨能够把因为赤字而苦苦挣扎的蓝色港湾扭亏为有的话 那将是对阵雨能力最有效的证明 是谁搞乱的 现在 却要让阵雨 去处理善后 为了弥补我的过失 我愿意协助阵雨 不管怎么说 你都是太阳集团的副社长 如果你去了蓝色港湾 握有代表李氏任世权的师级集团 也不会轻易把代表李氏的位子交给你 他甚至都没有交给中方管理者陈副总 只要姐夫 只要会长您同意 我就可以出任常务理事 我已经跟陈副总商量好了 虽然在太阳集团我是副社长 但是在蓝色港湾 我会以常务理事的身份 去协助阵雨取得最大的成功 会长 部长到了 你 您找我 你来了 蓝色港湾的情况 你也知道了吗 听说经营得很困难 是啊 所以我希望你到中国去拯救蓝色港湾 我还没有准备好 红副社长会跟你一起去的 这幅图表是我们世纪集团 即将要投资的百货商场的装修方案 请大家参考这个方案 希望各个部门积极配合 直接去现场确认一下 这个图像和实物可能会有很大的差距 多走走多看看 是非常必要的 小姐 今天晚上大正集团要请我们吃饭 他那个老总的孙子也要来 一块过来吧 是那个苏总的孙子 那个有洁癖的 你这孩子 你还是别带我了爸爸 跟他吃一次饭啊 要擦三十字筷子 要是再让我看见 我当着苏总的面 一把把他抢过来扔他 姑娘家家的 别那么凶爸爸的 所以今天啊 您还是别带我去了 一会儿我去一趟现场 然后直接回家 还是自己去一趟比较放心 好 你回家早点休息啊 这件事情啊 可不是一找一席的事 你幼稚点啊 知道了爸爸 不董事长 吹 我说 你这整天的看报纸 就能招揽上客人了 你出去 出去招点客人回来行不行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 就是耳根子软 说什么你都不听 别人说什么你就信了啊 还说那是什么朋友 什么朋友啊 咱要是继续干 那个牛奶供应站 不是也挺好的吗 至于落这么一个苍蝇满天飞 这么一个破地儿吗 说了多少回了 你就是不听 你个碎嘴子 你 真是个没用的 你说这个人啊 只要是朋友说的 说什么他都信 真拿着没办法 真拿着没办法 他就是人太好了 不是人好 是无能 你说他乡中这什么地儿了啊 一口气 就接下这么一个苍蝇满天飞的餐厅 那不是站长的错 是那个朋友太坏了 知道他人好就利用他 也怪我 当时撒手没管 我在想啊 我有个弟弟 在劳五中介公司工作 我想啊去找找他 拜托他给我找一个终点工什么的 终点工 是啊 要不从明天起 你看咱们 有人了 来客人了 来客人了 欢迎光临 欢迎光临 您快请进 昨天客人预定的那套春季老卖礼服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因为明天客人要来取 你再确认一下 您放心吧 我已经确认了 对了 明天我出去办事 会晚一点来 万一有什么事情 你负责处理 好吗 知道了 请您慢走 你辛苦了啊 再见 明天见 好了 走 走 走 累了吧 都已经习惯了 没什么累的 今天生意怎么样 还可以吧 哎 你今天回来挺早啊 啊 晚饭呢 我在家吃的 老老您呢 在店里吃的 我们得把锅里的生饭吃掉啊 姥姥 什么 我们公司倒闭了 最后还是倒闭了 总经理失踪了 我已经把东西都拿回来了 所以你脸色那么不好 对不起 到什么前 公司倒闭又不是你的错 四个月没有拿到工资 就这么拉倒了 嗯 没有拿到工资 还每天工作到这么晚 总经理到底跑哪儿去了 不知道 我明天就去找别的工作吧 先好好休息吧 这段时间都没休息好 不行 姥姥都在工作呢 我明天就去找工作 艾莲 不要太伤心了 人生就是这样的 人生就是这样的 我一直在走 你们先去找工作 我也要不做 我怎么能做 事 只是在工作 是这样的 你这么多工作 我认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想要辞掉我的意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把薛阿飞送回家吧 你们要去哪儿啊 我也要去 我也要去 一起去吧 在宿舍见吧 走吧 你弄哥太坏了 行了 我们的丑小鸭我会安全地送回家的 等等我 干杯吧 有什么值得干杯的事吗 公司倒闭了 从今天开始 我就自动地给自己解雇了 不用吓一跳 来干杯吧 舒服 你没事吧 没事儿 一开始就觉得不对劲 可是 总是自己骗自己 觉得自己想得太多了 可最后还是倒闭了 所以心里不是滋稳 不是 是非常不好 听说你好久都没拿到薪水了 领到薪水了吗 全被捡走了 但是让我更痛苦的 是没有工作啊 现在存折已经见底了 老了七十多岁了还在上班 但我却丢了工作 没有大学文凭进不了好公司 所以心情不太好啊 这个不像你啊 什么 忧郁的徐爱莲啊 是吗 不过 我已经 不想再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了 嗯 太累了 来干杯 在你面前我就变得无所顾忌 我可以敞开心扉 说说心里话 所以说还是朋友好 一旦成了好朋友 就是永远的好朋友 还在等他吗 嗯 我收张声 嗯 也差不多应该把他给忘了吧 他说他会回来的 都已经十年了 他说五天就回来 十年都没有消息 你还相信呢 也许出什么事了 傻瓜 我知道 知道自己很傻 但是我不能放弃 但是我不能放弃 如果我放弃的话 我觉得有人会失望的 谁 张声 还要在这里真正的 你 你 总监 您还在这儿啊 车秘书 你怎么还没回去啊 我想跟您说个事 什么 我想跟着总监一起去中国 车秘书也要去 是爷爷让你跟我去的吧 能跟总监一起去中国 是我的荣幸啊 如果车秘书跟我去中国 那爷爷怎么办 严秘书可以代替我 严秘书是个值得信任的人 如果蓝色港湾倒闭的话 我们集团投资资金的回收情况 会怎么样 将要承担的负债会有多少啊 据我所知 已经签了合约 如果破产 我们这边打算放弃回收 以投的资金 而负债则全权由我们太阳集团承担 像这种不平等的条约是谁签的 是会长吗 签约的那天不巧 会长要同总统一起出国访问 是副社长代签的 怎么能签那种合同 会长知道以后也发了很大的火 并且打算要撤掉副社长 可是后来呢 在会长夫人的劝说下 就不了了之了 总监 您一定要拿出勇气来 会长还是非常信任您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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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尽力去做 还要注意身体 我知道了 爷爷 我会抽空来看您的 程秘书 你多费点心 要把阵雨当成我来照顾 是 会长 您放心吧 再耽搁就要误飞机了 副社长已经去机场了 去吧 您一定要恢复健康 爷爷就拜托给您了 你放心吧 别担心我 别忘了 我是太阳集团的会长 那我走了 去吧 陈秘书 你先等一会儿会有话跟你说 是 你先出去一下 震雨 我有急事跟你说 您 您说什么 在中国有我妈妈曾经住过的房子 你先回家 去吧 是 家里 现在 试诺 船 芥女 有一天 我 我 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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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按咱们的计划去办就好了 好 我知道了 来 介绍一下 这位是陈德晋副总 初次见面 我是将担任企划总监的朴振宇 我听说你是朴会长的孙子 好好干吧 我会尽全力的 好 咱们走吧 应该是明天正式任职吧 前任总监走后 这儿好像被当作仓库用了 世纪集团应该提前已经通知过呀 我会让人来打扫干净的 听说副总的父亲是百货商场的大股东 是的 加速生意又加上负债累累 臣不知道洪总是怎么想的 对了 拜托你的文件准备好了吗 已经准备好了 去世纪集团的路上再详谈吧 好的 怎么样 你们对蓝色港湾的感觉怎么样 暂且先不谈 对干善经营而付出的努力 我很惊讶蓝色港湾能坚持到现在 实在是一个奇迹 我们集团派来的职员 肯定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 但是从我的角度来看 董事长你已经放弃了蓝色港湾 这一点我很费解 别太放肆 对不起 请原谅 不用道歉 你是在回答我的问题 没必要道歉 小伙子 我喜欢你的直率 是 你们可能觉得 我对蓝色港湾已经彻底放手了 但是实际上从一开始蓝色港湾 它就是一个自主经营的方针 是 我对它不太看好曾经想收手 可是现在 朴会长一心要救活它 而且还把你亲自从韩国请来了 那我就没有理由反对了 怎么样小伙子 有信心没有 我会尽全力的 得有思想准备 这个事不那么容易 小杰来了 听说有贵宾来访 我是来拜见贵宾的 来来来来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洪诗汉副总裁 您认识吧 近来您身体可好 好久不见了李洁 这位我也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韩国太阳集团 朴会长的孙子 这是我女儿李洁 这是我女儿李洁 您好 我叫朴振宇 你好 我叫李洁 你叫朴振宇 是的 您是会长的孙子 是 怎么了李洁 我觉得 看着点变熟 又可能是我认错人了 坐吧 朴先生 我希望 您能尽快地把蓝色港湾 推上正规 我会尽全力的 希望您能协助我 晚上一起吃个饭吧 好 谢谢您的好意 但是我今天想回百货商场 了解一下情况 下次来我请您好了 好 你们想去看看蓝色港湾 去吧 我不留你们 再见 谢谢 再见 再见 爸爸 嗯 他真是韩国太阳集团 朴会长的孙子 对啊 他真是韩国人 名叫朴振宇 小姐你今天怎么了 疑神疑鬼的 他和我高中同学长得真像 而且中文又说得这么好 对 这孩子好像是小时候是在中国长大的 后来是因为一些什么交通事故 脑子受了点伤 然后就失去记忆了 交通事故 失去记忆 对 交通事故还挺大的 而且还动了两次手术 说这手术之后啊 所有事故之前的事都不记得了 不过就是个传闻没根据啊 咱们千万别管 因为朴会长这个人啊 对他这个家事一直非常非常谨慎 从来不对外人说 爸爸 他真的来做咱们启华市的总监吗 对 蓝色港湾要真倒闭的话 这损失太大了 而且呢 朴会长也想培养培养他这个孙子 看了这小子 应该有这个能力 是吗 发生什么 失去记忆 所以没能忍住我 把我当成 是第一次见面的人 突然消失了 原来是因为这个 怎么又见面了呢 张生是朴会长的孙子 居然 还做为后我们世界集团 合作项目的负责人 来 来 喂 喂 李姐 我给你发信息叫你有时间给我打电话 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呢 你有什么事吗 你还记得张生吗 我今天在百货公司见到一个和他长得特别像的人 跟张生长得像 和张生长得真的特别的像 你见到的不是张生 你怎么知道 你见到的是新来的总监 今天 今天我也见到他了 他是从韩国过来 担任我们的商场的企划部总监 什么 朴振宇总监 韩国人 不是张生啊 对 只是长得有点像而已 但是他不是张生 但是 一个韩国人怎么会跟张生长得那么像呢 以后 不要再说朴振宇总监长得像张生这样的事情 免得 总监听到了 会不高兴 哦 我知道了 我答应你 好 就这样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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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是您的女儿 是啊 妈 我爸呢 在房间 你这会儿 我还是不想再帮她的女儿 你可帮她啊 有点离开的男儿 哎呀 你啊 你这会儿呀 好呢 我才能来 挑战一下自己嘛 越难就越有成就感 您就让我去蓝色港湾吧 我会证明我的能力 绝不亚于朴振宇总监的 去去去去 好 想试试 你就放开手去干 谢谢爸爸 别谢了 赶紧回去休息吧 嗯 姥姥 我来吧 我来 我没事 你去睡吧 我也没事 我来吧 美莲 让你受苦了 对不起 姥姥 如果你总这么说的话 我真的要生气了 我知道了 知道了 今天真是一个好天气 是啊 您昨天不会就在这儿过了夜吧 对 但是一大早您有什么事吗 今天开始我也要在这里工作了 什么 我将担任总务部经理 好 请多多关照 总监 那就辛苦您了 李洁经理 嗯 这位是从今天开始担任总务部经理的李洁小姐 以后就拜托大家了 大家齐心协力 好好干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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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调整是不可避免的 要大幅裁员还要引进一些人才 便给他们提供既期所的工艰 对 不干活光大薪水的 不止一个两个 要把这些人裁掉 这样也能给公司 减少一笔不必要的支出 我们首先应该做的 就是应该把那些 业绩不好的职员裁掉 然后选拥有能力的人才 这是纳入机构调整的人员名单 其他人我不管 这有个人不可以裁掉 下面这两个也不行 名单上的那些人 都是不干活 每年还耗费百货上涨 大量资金的人 我们进行整顿 是为了拯救百货公司 可不是拉拢谁 排挤谁的时候 所以该整顿的 一定要好好整顿 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能力不止包括业务能力 把我们人卖关系的能力 也很重要 这些人都是大股东的儿子 你们两位头脑那么灵活 怎么就不想想后果呢 把他们的儿子撵走 那后果不堪设想哪 这七个人绝对不行 我不能同意 如果不排除以上这七个人的话 结果调整就不能进行 陈副总 洪副总 得多留意一下洪副总了 我搞不清他到底是站在哪一边 标准亲 李洁 不 经理 向网上公布 新职员招聘公告 报纸也要登一下 还有制作海报 多加宣传 就不能进行 行政职员必须要大学毕业 受误霍员可以是高中毕业 去 受误霍员 只要我能进入百货省长 任何一个港位 等能充分发挥一点 加油 加油 请问影片商场收割员的解决方案 发这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先来拍摄 这些是我们来拍摄的 我先来拍摄的 这些是还是要拍摄的 我先来拍摄了 再拍摄的感觉 没电影 是我们在深的地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